問藍他表現得如何 我覺得剛剛藍波老師說的 就是真的 延續他講的 我是覺得那個態度 因為這首歌感覺應該會比較酷一點 有個性一點 但是你表現得太陽光了 太陽光了 對 那繼續加油了好不好 謝謝包子 謝謝 參賽者使出絕活 讓現場尖叫聲連連 接下來要換 Sunday 接下來的參賽者Sunday 喜歡拍照秀容且美的她 不知道會帶來什麼的演出 馬上回到現場來看看 哈囉 大家好 我叫Sunday 今年17歲 今天要帶來的歌是 張紹涵的不想懂得 那麼 當世界不知不覺的變了 有時候我懷念一陣的我 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 想象是一种快乐 拥有了总是也失去什么 而成年原来会带来软弱 你让我在目里承受 心开始曲折 我不想舍得 不想懂得 是谁与谁也不由衷 说好伤害 都是不安般的错 怕抱不清什么 我多不舍得 多不懂得 谁说个爱才更深刻 彼此依赖 是爱不是负荷 能握着手就睡 是感动的 是爱是爱是爱的 后面越来越好 衣服跟穿着都会在你的台风上面会占很大的分数 刚刚有一位19岁 那现在也有 小湘我想请问一下 是 19岁的女孩现在打扮到这么成熟吗 我其实不太喜欢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 19岁还算小朋友的衣服吗 对 因为我觉得 还是算 因为像其实妹妹她们除了玉兔之外 她们平常穿的都穿的蛮樸素的 她也针对我啊 对啊 你觉得玉兔太熟你了 太熟你了 看到都会吓一跳啊 你是被我吸引所以才这样 想做啊 哇 说小湘啊 敲凝笑得开怀的啊 该不会真的被说中了吧 羞羞脸 男生和女生呢 在座的19岁 可以举手一下 小娃也算了 小娃 小娃 对哦 你那个打扮 好像也跟她有点类似了 有吗 你是要穿马甲还没有啊 那是表演的时候 是表演 对 19岁来讲的话 你是希望本节目19岁是怎么样的一个造型 我 我其实希望啊 这是应该要跟自己年龄适合的 我觉得像今天的穿着的打扮真的过于成熟 尤其你的眼妆 我大傻眼 因为从旁边看 那一层的那个 这叫什么 睫毛还是什么 睫毛 睫毛跟上面那个眼影 眼线眼影 就是你眼睛闭起来借我看一下 我从这边 对 我从这边看就是 就是过浓了 因为我觉得啦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出片歌手 我觉得可能跟着专辑造型要做那个丰美 我觉得也许有必要 但是如果以现阶段 比如说尤其你参加我爱黑社会 你看美眉们 应该在节目里面没有人要画大浓妆的 就是会有点过的 而且老实讲 刚刚像温然有讲到那个 就是你的站姿 因为你算是窄群 你知道吗 所以当导播带让的时候 你站的时候 你回家应该会哭 我觉得 就是会 会不好看 因为女生穿载裙嘛 然后站的姿势 尤其你在唱歌 那对于刚刚表演的部分 我觉得啦 一直在抢拍 然后 音一直跑掉 但我也觉得你一直在模仿张绍涵 就是 尤其在副歌 为什么刚刚黑人哥说 那个 后面你越唱越好 因为你越来越像张绍涵 就是你把那个Vocal的声音 开始咬字 或者是唱歌的方式 就会越来越像他 因为我每天都会听他的歌 所以我很 哇 你实际上要讲每天都想听吧 哇 没有 没事 可是 所以我觉得 他的歌干嘛 唱歌 唱歌要有自己的风格 要有自己的特色 那我觉得你听艺人唱歌 你可以学习他唱歌的技巧跟方式 但不要模仿 因为我觉得是不好的啦 对 但听起来他那个声音啊 各方面都还算 这其实是可以唱的啦 对 可能还要再修饰一下 表演的也是不错的 谢谢 Sunday 谢谢Sunday 谢谢 接下来要换Cherry 大家好 我叫Cherry 今年十九岁 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和跳舞 然后今天要带来一段的舞蹈 谢谢 抑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這音樂有搭配到你舞蹈的 很突然的一個結束喔 藍波老師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我一直在講說 其實跳舞來講 我覺得一直覺得說 跳舞就是身體在唱歌 就是你的身體 所以你很注重 所以你在跳舞的過程中 其實就像歌聲一樣 你要用手 用腳 用律動 在展現那個音樂的情緒 那我們剛才在看的時候 其實你很用力 很賣力 很努力在表演這樣的 可是我們看不到 那個身體跟音樂 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很硬 就覺得這兩個是兩個 所以我個人我覺得是 你也很努力喔 我覺得跳舞要有快很準的精神 然後最重要的是 你跳完 學完一段舞蹈之後 你一定要不斷的聽 不要用算拍子的方式 你可能跳舞的會是 one and two and three這樣子算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你的裡面有很多歌是旋律的部分 有很多是節奏的部分 然後老師在編排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一定有卡準這個東西 所以我剛才有看到很多動作 其實編排得很好 但是只是在 你本身在散發的時候 你會變成那種算拍子的方式去展現 所以就跟音樂不合 所以你可能要去注意 音樂跟身體的那個契合度 好 謝謝 我問他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的嗎 我覺得其實你的wave做得不錯 就是你的柔軟度夠 可是你選這個歌我覺得 因為這首歌的 它的節奏感很重 對 它的那個重